甲茧说白了就是肾虚 甲茧在中医里统成阴病 我们经常听说 痛则不痛 痛则不痛 世上百无病 只有鱼和毒 所以现在很多甲茧的形成的原因 还是肾经亏虚了 肾经的亏虚 大多是日常不良的生活习惯造成的 例如熬夜 压力大 过度紧张 久病等等 对于这些情况 很多人可能感觉自己要终身服药了 中医的角度来看 是没有这种说法 只要找到病因 经过系统的分析辩证 甲茧的条例并没有那么难